大家好,我是新加坡风老师 新加坡风老师到个风Singapore 给您分享我的个人的思考和感悟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让我想起一件事来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福耀科技大学已经正式的全面竣工了 福耀科技大学是由福耀玻璃的董事长 吕德耀先生 曹德旺先生 突然口误 吕德耀是新加坡的一个部长 曹德旺先生 他所投资建设的 而且重点有六个学院 其中五个学院都是跟高端的指导业 科技有关的 还有个精管学院 所以说我想起这件事来 而且由曹德旺先生 他亲任董事长 这是我想起这件事来 就是在中国 其实我认为在商界有两类人 有一类是纯顺的商人 商人不是个贬义词 商人是一个中性的词 因为商人他经商 他就牟利 牟利他也创造就业 贡献GDP 但是商人的本质是什么呢 重力 商人重力 你说的商人的本质是为了赚钱 并不是 这个 他出发点并不是为社会的贡献 并不是创造价值 推动我们社会的这种进步 他基本出发点是牟利 是吧 好 我疑问什么赚钱就干什么 那么有些人呢 就走上了一些不太道德的这种模式 比如说全建啊 是吧 全建这种保健体集团啊 这些搞传销的老鼠会的 或者是违法的 比如说这种做毒品的 对吧 然后开这种地下毒厂的 那另一类很少的一类人呢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敬佩 是真正的企业家 这个是做事情的 真正要做成事情 然后 发财是做事情的一个副产品 这个 水到去成 是做成了利益 利润 这都正常的是吧 比如说这个 曹德旺先生 我认为就是一个企业家 真正的企业家 做事情的都知道 也是吧 那些 做杠杆的 包括房地产商 之前房地产商 那是实际上的 这都是实际上的 没有对这个 整个工业 这个 中国的 这个 经济做出 实质的 这种实质的贡献 我自己预理了 然后 这个 咱们 华为 的老总 也是一样 华为的老总 这个 他们 本身也是 这个 包括王山福 这个 比亚迪的老总 王山福 本身都是这个 有一定的技术背景 然后呢 也特别的 有那种 倔强的精神 就要把这事做出来 就像比亚迪一样 是吧 比亚迪的标志 是多少辆 这个达到了一个 历程碑 在当时做电动车的时候呢 没有人看好 他这个就 咬牙 坐下来了 这是真正企业家 能够做事的 而且 能够扛住事的 而且 做事成功之后呢 他要回馈社会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基本上 我对企业家的 这种定义啊 首先 我是要做事业 而不是 把这个钱 和事业 是把钱放在第二位 而是事业方的第一位 那第二呢 这个 做成功之后呢 他能够这个 回馈社会 他回馈社会啊 第三个保持了本色 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你看 这个 操得万有嘚瑟吗 没嘚瑟是吧 假实话 完全不嘚瑟吗 也不嘚瑟是吧 这个号称是 挤地铁的 公司老总 是吧 然后这个 很多 优秀的企业家 在中国 那我觉得 如果中国的企业家 多一点 那么 善良的商人 政治的商人 多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的 未来呢 会非常的好 这个 少一些 逐利 只是为了金钱利益的 这样的商人 多一些 要做事情的 企业家 这两个问题 杨博光老师 到这峰会报 这个 欢迎 小红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